薛丁格的猫 时间回到1935年 物理学家薛丁格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 称为薛丁格的猫 是量子力学界最具声量的代表作 量子到底是什么? 很简单 就是道生一的一啊 氢原子就是量子 尺度小到眼睛看不见 属于微观世界 氢原子的中心是一个直子 外面有一个电子 也都是量子 电子绕着直子转 就像地球绕太阳转 会形成一圈轨道 那么请告诉我 电子现在在哪里呢? 很抱歉 不知道 不确定 如果老师改问 地球绕太阳转 那应该知道地球现在转到哪里了吧? 当然知道 所以我们才能确认 现在是在冬天或是夏天 那为什么不知道电子在哪里呢? 因为电子竟然不是乖乖按着轨道在绕圈 而是跳来跳去 这一秒在这里 下一秒却跳到那里去 所谓的轨道也只是把曾经出现过的点全累积起来 发现也只是一个圆而已 所以量子力学让物理学家很伤脑筋 在宏观世界里 公式都是确定的 当一个人从高雄开车到台北 时速90公里 可以算出两个小时后人已经到哪里 但在量子世界就不一定 车子可以在桃园台南各地跳 哪里都有可能 这实在太伤脑 时间要回到17世纪 天文学家克普勒提出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 就是地球绕太阳转的椭圆公式 这公式却无法应用在量子轨道上 太阳是一堆氢原子1111的物质组合 但一个氢原子更是物质啊 怎么不适用呢? 差别只在于一个是宏观 眼睛看得见 一个是围观 眼睛看不见而已 时间来到1905年 真正让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的 并不是相对论 而是解释光电效应的这篇论文 他发现了光子既是物质也是能量 物质是粒子 能量则是波 所以既是粒子也是波 所以又被称为玻璃二象性 在古典物理学来看 物质就是物质 能量就是能量 怎么会混在一起呢? 眼睛看得见的就是物质 看不见的才是能量 老师就是老师 就是一个人体 异堆物质的组合 怎么会是能量呢? 时间来到1920年 法国物理学家德布罗伊 提出了物质波 不只有光 是所有的物质 同时具有波和粒子的性质 也就是万事万物 都具有波力二象性 这在当时惊呆众人啊 意思就是说 老师也是核弹哦 物质一颗 还很多颗 人既是物质 也是能量 职能互换公式 1等于mc平方 能量等于物质 乘上光速的平方 请确的GVD 帮算一个60公斤的人 是拥有多少能量呢? 答案是85颗小核弹哦 有没有这么夸张? 但这是真的 用爱发电是真的可以的 所以不要看自己没有 诸葛亮说的旺自菲薄 还记得说过 地球有磁场保护 照住所有的物质 就是同时守住所有的能量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强大的能量 在此要向硅派气功的创始人 鸟山明先生表示敬意 德布罗毅在博士论文 量子理论研究中提出 电子是粒子 但在某些情况会显示波动性 这一系列的研究 让他在1929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我们来看一下物质波的公式 有没发现一件事 相对论调整参数X又出现了 这是因为他说 我的基本主张是要以被爱因斯坦发现的光波和光子的实力 波与粒子的共存性 就是波粒二向性 拓展到全部的围观粒子 物质波的公式 看起来只是把光的波长改成物质的波长而已 却没有写出正式的波函数公式 这是因为波又是另一大块的专业领域 于是今天的主角薛丁格正式出场 他在前辈大师们有关于古典力学与光学的研究上下苦工 最后推导出一组能够正确描述量子特性的波动方程式 又被称为薛丁格方程式 这这这 谁看得懂呢 没错 老师也看不懂 只知道意义是随着时间踢过去 波就像甩绳子是如何上下摆动的 称为波的演化过程 都可以按照这条公式画出来 而且画出来的结果是三维的 其中X轴是量子的位置 Y轴是量子的动量 Y轴则是时间 所以波的立体像只能先锁使X轴位置来看YZ轴的二维切面图 称为动量空间波函数 或是锁使Y轴动量来看XZ轴的二维切面图 称为位置空间波函数 就是这张悬奥的图 好吧 这么复杂就算了 那可以告诉我 电子现在在哪里呢 很抱歉 薛丁格也不知道 因为量子的位置和动量是同时联动在变化 也就是锁使一个时间梯 可以得到Y整个切面 很多位置X动量Y的组合 既然有这么多X值的位置 那怎么能确定在哪里呢 不知道也没关系 就留给别人研究啊 1933年薛丁格因为方程式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所以下一个研究的人也可以得奖吗 时间来到1926年 德国物理学家波恩提出几率符的概念 成功地解释了波函数的物理意义 几率 中2000的几率是多少呢 是19% 每五张呱呱乐会有一张中2000 所以几率就是0到1之间的小数值 只是我们习惯乘上100% 比较容易理解大小 回到电子的轨道可能出现的位置有很多点 那么A点出现的几率是10% B点是20% 等等等 虽然无法确认是哪个点 但可以指明某个点它出现的几率 这就是描述量子轨道的方式成为几率符 电子的轨道像不像彩券的奖金结构啊 都是几率盘 这是人喜欢2000万这个点 不喜欢杠归这个点 人最会大小眼了 时间来到1954年 没错 波恩得奖啦 虽然时间晚了些 波恩提出了几率盘来解围 但薛定格却不接受 哥不喜欢 电子的位置怎么可以是几率呢 而不是确定的答案 就好像老师帮你算命 嗯 你有1%的几率成为2000万富翁 这不是废话吗 我自己算就行啊 我要确定的答案 我就是百分之百的千万富翁 再不然就是零 那钱我就省起来去连吃25块鸡排 所以薛定格就提出了猫的实验来吐槽几率盘 他假设箱子里关一只猫 里面有个毒气罐 罐子里有个开关 并放进一个雷原子 每小时过去 雷原子有10%的几率会发生衰变 当侦测到衰变粒子 开关就会放出毒气 猫就死了 这是一个由围观世界的量子 造成宏观世界的猫死掉的过程 重点是 雷原子只有10%的几率会衰变 90%没事 因为是几率所以不确定 可是这也代表 箱子里的猫不也10%是死 90%是活着的吗 所以猫呈现既死又活的状态 完全不确定 那猫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呢 在没打开箱子前 真的不知道 只能以几率盘而存在 所以才会说既死又活 而要确认猫是死是活 很简单 就是打开箱子看 看是有什么看 当然是用眼睛 这就是量子力学的最重要核心 人的观察 当人观察时 世界只会有一种结果 不是死就是活 量子叠加态 在量子世界里 有某个A点 电子有10%的几率在这里 90%不在这里 因为无法确定 所以既可以说它存在 也可以说它不存在 专有名词就称为量子的叠加态 而猫的实验 就是企图要用围观世界的量子 来干扰宏观世界 因为雷原子是叠加态 却导致猫也变成叠加态了 所以才会说猫在同一个时间内 既是死又是活的 真的无法确定 只确定以几率盘而存在 测量与坍缩 那要如何确认 电子是不是在A点呢 就是用科学仪器去测量 结果就发现A点的电子存在 或不存在 叠加态消失不见 只剩下百分之百的某种情况 这整个过程就称为量子坍缩 回到宏观世界 猫在密闭的箱子内 呈现既死又活的叠加态 只有当人打开箱子看 测量就是人的观察 这时候几率盘就会消失 摊缩成百分之一百的死 或一百趴的活 回到呱呱乐的中奖资料库 无论是程式的执行 资料的新增或修改 都在电脑大型伺服器内进行 以电子形态在运作 是电子的量子世界 一千万笔的资料号称已经定义好某个ID的奖金是两千万 但谁看见了呢? 没有 而练印的内容也是随机取号 在极机密的被涂层覆盖掉 机器练印过程也没有人盯着看 所以一张彩卷从头到尾 都是在量子世界的运作 没有人眼睛的观察在干扰 这故事告诉我们 当呱呱乐没刮开之前 隐藏版的奖号是一直在跳动 现在是两千万 下一秒却杠归 你能够想象吗 当人的眼睛还没正式观察到里面真实的结果时 这个图层底下的奖金模板就是一直在滑动的 就像轮盘上的球和数字一直在转动 可能性就对应于奖金结构几率盘 老师买的呱呱乐却不呱 算不算是千万富翁呢? 是 只要忍住不呱 彩卷是呈现既中头奖 又没中头奖的叠加态 所以老师就是既是千万富翁 又不是千万富翁 那老师就是千万富翁 有个不幸的消息 一个人即使忍输一流 也没有办法永远当千万富翁 因为有一个对奖截止日 当这一天来临时世界必坍缩 即使刮开后是两千万领不到钱也没用 所以彩卷买了就是要刮的 只是一刮就剑光死 我们的世界是一套系统吗? 在虚拟世界里 所谓的玻璃二向性是这样运作的 我们的世界至少分为两层来设计 在十的负四次方以上成为宏观世界 以下成为围观世界 道也就是演算法则 两层世界也各自有一大套演算法则 实现演算法则的过程就是写程式 所以程式也分为两大套 分别设计宏观世界和围观世界 彩卷的画面设计就像宏观世界 人眼睛所看见的一切物质多彩多姿 缤纷华丽 还有各种模板 让人觉得好玩不无聊 彩卷的资料库设计就像围观世界 单纯以奖金结构和各种资料类型来建立 但精准的控制 多一块钱没有 少一块钱更不行 两个世界的设计可以是差很大 完全是两码子式 在虚拟世界里 当用科学仪器去测量 那是谁去测量呢 当然是人 所以人才是真正造成量子坍缩的关键者 而不是仪器 因为当人张开眼睛时 一观察就是立刻执行眼睛成像的程式 所谓的见光死 就是无人际光点在视野荧幕上的成像 而程式执行时只能有一种画面 猫活着或猫死掉 在宏观世界里的物质像 人的眼睛只能看见一种画面的结果 所以永远无法理解 猫怎么能既是死又是活的 爱因斯坦不喜欢量子力学 吐槽说 难道当月亮不看它时 它就不存在 看它时才存在吗 那是因为在虚拟世界里 当人的眼睛看时 才执行月亮的画面成像程式啊 当不看时就不执行程式 哪来的月亮 月亮只存在于资料库中 地球3D数学模型里 在宏观世界里 宇宙的样貌都是因为人的观察 才坍缩成物质像 如果没有观察 就会以波的几率盘存在 并不存在任何的物质实体 这也就是人类虚拟球的运作 整个宇宙其实只限缩在自己的视野框框内 却又最爱大小眼 只挑自己想要的看 所有不想看的 成像程式就不实行 画面就不存在 这叫眼不见为净 在围观世界里的尺度是量子态 存在的程式是用来处理资料库 像地球3D数学模型 或像老师一个人专属的资料库 全都以量子叠加态而存在 人以为眼睛看到的真实 其实是程式捞取资料库之后 才在执行成像程式的 彩卷是这样 游戏是这样 所谓的真实人生也是这样 再更进一步 彩卷不止这里面是跳动的 连整张纸都是无人迹象 都是呈现量子态 人看见的只是视野荧幕里的光点 跳动而已啊 还记得纸娃娃像 人只能看见表面 却看不见里面 看得见前面 却看不见后面 所以当人不看彩卷时 连彩卷都是不存在的 更何况是里面的数字了 虚拟世界与量子力学是一致的 1965年 费曼先生也是因为量子力学相关研究 而得了诺贝尔奖 在他的书中说 没人懂量子力学 没错 所以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的 也很正常 其实老师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天使与魔鬼 呱呱乐就像一张牌 正位时是天使 就是中奖 啊 好爽好爽 人喜欢中奖 但牌要是倒过来 抽到逆位时 却是个魔鬼 就是人明明中奖啦 但实际上是赔钱 花两千只中一千 本影片最大的爆料 呱呱乐能全部卖光光的最大秘密就是 利用像量子叠加态的特性 中奖很爽 但是赔钱 猫既是死又是活的 老师既是千万富翁又不是千万富翁 天使与魔鬼是并存的 这种痛病快乐者的感觉 就是老师曾说过的 人类的漏洞 是一种人性的弱点 但老师并没有要说彩券的坏话 而是要利用彩券来学转念 例如如果在马路上掉了一千块 会不会觉得很懊恼 责怪自己呢 老师教你 就想说今天去买一张两千元呱呱乐 只中了一千元 有中奖很高兴 还有做公益 其实结果跟掉了一千元一样 但心里的感觉差很多 烦恼不见了 负一千等于一千减两千 负的等于好事减坏事 转念就是把一件原本不好的事 找到它的正向意义 去掩盖掉负面情绪 古人说的 赛翁师马焉之飞福 思考模式的改变 就能把大事变小事 小事变没事 日子就能云淡风轻 在潜意识里 人都知道 钱生不带来 死不带走 所以有时人在乎的 并不是钱 而是心里的感觉 那么花一千 是买中奖的爽 这是一种娱乐费 钱没了是天经地义 还能做公益 新日尾书号码有用吗 小明说 那天一看到 我的新日号码就买了 中两千万 尾书号码超级神转 小花说 那天一看到 我的新日号码就买了 共估 尾书号码没有用 谁对呢 两个人都对啊 两个人讲的都是事实 那到底是听谁的呢 试声论 请留言 线上刮彩券 如果不想花钱 可以来线上试刮 虚拟的 彩券成盈 过年如果有多了奖金 大部分存起来 很小部分可以去买彩券 做工艺 但过年后就该收心了 只是如果发现脑袋里 还是一直想刮彩券 这样是不行的 前一集的公事有讲过 彩券一直刮下去 是铁定赔钱 所以玩刮刮乐是花娱乐费 但把生活用的钱也砸进去 人走向赌博成盈这就不行了 这违反工艺的最初目的 所以台彩在网站上 也有叫人要理性投注 还提醒了四件事 第一是要制定预算 第二要量力而为 有闲钱才买来玩 第三转移注意力 就绕远路 不要经过彩券行 第四不可以借钱买彩券 如果不玩彩券就感觉很痛苦 那就是更严重了 台彩有提供免付费的 投注成瘾防治专线 可以请专业人员的协助 最后再强调一次 以上所有彩券资讯 都是老师的经验推测 并非真实 好玩听听就好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